有一位聪明的纳仙比丘 弥兰陀王有一次问他 你们出家人爱不爱自己的身体啊 纳仙比丘说 身体只是四大五蕴的甲和之身 我们出家人是不爱的 弥兰陀王一听 郑重下怀 立刻反驳说 哦 你说你们不爱你们的身体 但是你们出家人 一样要穿衣服 吃饭 睡觉 这不是在保护你们这个色生吗 你如果说不爱他 你不是自相矛盾吗 纳仙比丘一笑 另做别结 他说大王 如果您身上长了一个农包 你爱不爱他呢 农包 那么脏的东西 谁会喜欢他 既然不喜欢他 为什么你要把他洗干净 要护药 时时刻刻要不使他恶化 每天看看他有没有好一点 若说你不喜欢这个农包 你这种做法不也是自相矛盾吗 米兰陀佛王 非常不服气地说 我是为了我身体的健康 我才要保护他的 纳仙比丘笑地说 这就对了 出家人 不爱这个身体 但是为了借鉴修真 也不得不照顾好自己这个空患的身体呀 谢谢大家